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AK燈泡的影片 我是那整個一月都沒有發片的王毅凱 呵呵 沒錯 光廢了 應該說忙碌了整個一月之後呢 我現在想想是時候該發一部影片了吧 好 那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看我身上這件外套可以知道 這不是東興國中的制服外套嗎 為什麼會穿著件呢 我不是已經畢業了嗎 因為我最近受到邀請 應該說主動詢問東興國中校方說 我有沒有這個榮幸 可以回去分享給現在準備考會考的國三生 如何在會考上面取得好成績 像我一樣可以進入主科時中 那因為現在是二月多嘛 距離會考期間只剩三個月而已 這個時間可以說是不長也不短 說你要從現在才開心努力 當然是沒救啦 但是你或許從現在改變一些你的念書方式 說不定會影響到你之後的加速 更會影響到你最後進什麼學校嘛 我這趟旅程要回去東興國中分享給這些學弟妹 如何在會考中取得5S加考成績 最後可以進入實驗中學 那當然因為我要呈現自己是一個思想非常周到的學長 所以我這次回去分享也會包含有獎增達這個環節 那我們的獎品是什麼呢 首先獎品的外包裝會用這些過年還沒有用完的紅包袋 然後裡面啊會放這種 呃...這好像是天人吃茶去 出名一下 是那種天人吃茶去會送的綠茶芥末花生 那我特地買了幾包 還有我之前去日本旅遊買的火茶巧克力 是那種導遊在油軟車上會發給你吃的 那有關於回去南部過年 以及去日本旅遊 我也會分別製作一部影片 所以你們也不用著急吼 好吧那這位先來回去學校吧 Let's go 好的各位安靜 大家好歡迎來到語學長有約 我是今天的主講者我叫王一凱 呃...我是今天的主講者我叫彭玉琪 OK好那我們開始吧 先來自我介紹 呃...大家好我是彭玉琪 呃...我是... 呃...就中興國中素質單位第四屆 然後我是全班第一名的現場獎基業 然後笑牌 就是他其他人 所以我是吉堯 我挑戰那個實驗中學 五月十兩比幾分 對...我男生五幾分 然後...呃... 下面那個可以給我們看 好...那邊 你們現在眼神可以集中一下這一頁 因為下一頁跟這個其實差不多 OK好那我跟王一凱 那我可以看到他是現場獎 我是議長獎 他校牌沒幾次沒進錢時 我是沒幾次進錢時 印象中一隻手數得出來 然後我一樣是這屆 實驗中學的素質單位 同時我也是 欸...被燈泡 有一個西零四的頻道主 這我點案都會講 然後他是第一頁身代表 我是支持身代表 好就這樣 OK那這些是以前來過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兵臨現場 那這些有什麼共同特色呢 包含你們現在看到的那一位 他們四人都五位十家 可是我這個可憐從長怎樣子呢 我可以看到 我這張成績單上面有個東西怪怪的 有人可以發現嗎 哦...你們好聰明哦 對...沒錯我考得很爛 我社會錯三題 差一點就給別加加了 那我想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 我並不是成績很好的人 那我的會考也不是考得很好 但是我卻還是上了 新奴地區的第一志願 OK那我請一個人來幫我們唸一下這兩句 誰要 沒有... 三一題 三一題 好大家一起忙沒有問題 好第一句開始 三二一 You don't You don't have to be a genius to enter the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That's great OK The second one 還是你 還有啊 It's attainable for all of you 哇你很棒你唸完兩句好 這兩句是我講的 OK那你可以先來前面抽一個小獎品 快點 可能輸掉快點 跟你們提留一提類 好 好看你要不要當場開 好的那我這次小獎品上面 每個 每個紅包都會寫一句話 你先看一下上面寫一句話 然後裡面也都有兩個半個禮物 兩個一個也有 你找一下 可以吧 紅包帶你自己 紅包帶了啦 你倒出來看看你們有沒有 真的空了嗎 結果真的 真的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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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要在頂上可能就是 另一個東西在裡面掉出來了 沒差 等一下有了拿著我來分享一下 好那這是我頻道 就是AK的砲 我會在上面分享很多有關於 學習的東西 或者是高中生活 或者是一些相當有趣的題材 那希望大家回去可以訂閱一下 這個頻道名字上非常好記 OK然後這是他的頻道 他還會分享很多有趣的東西 叫呆夫日記 然後這是我們班的頻道 你可以看到我們班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那你就也可以了解一下高中生活的 生活大概在幹嘛 或你們會後可以來關心一下 OK那我現在先做一個調查 在場有14個人 請問你們幾乎每一次模擬考 都可以5A的幫我把手舉起來 模擬考一半以上都5A的幫我舉個手 OK好我猜13個人 請問站場有幾個人 每一舉 1 2 3 4 好看來我猜錯了齁 好沒關係 那接下來呢 欸剛剛聽來的手都舉著 那如果你一半以上的模擬考 都5A10加幫我把手放下來 好我猜現在在場有10個人舉著手 好差不多齁 現在看起來只有6個 代表你們蠻多人都可以一半以上 跑5A10加的 厲害 OK那最後往往都是因為國王 而沒有為10加的幫我把手繼續舉著 也就是說你一半以上的模擬考郭文 都沒有A加加 你就幫我舉手 OK好 則變了 我才現在有7個人舉著手 好那我們現在做個小活動齁 就是請你們現在想辦法 先把你們的鞋子脫掉 然後想辦法把你們的腳放到桌子上 拜託配合一下 好 好 現在請把你們的鞋子脫掉 然後想辦法把腳放在桌子上 我現在說你們會後悔 這讓你們一個人幫我做這件事就好 OK好 然後雙手幫我 後腦子後面 放後面這樣 OK好 你就維持這個姿勢 一路到今年5月 為什麼 你就會進這裡 不是祖宗就是祖女 看起來不像祖女 反正你 我想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你現在回到的姿勢 你會進祖宗 可是如果你稍微努力一點 This is where you might end up If you try really hard for 4 months 這是我們的實驗東西 我想要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數字生 他們都有頭一個疑問 就是我從現在開始認真 我也沒有實驗可以念 那我從現在開始會 反正我祖宗我也進得去 那我認真幹嘛 好 講一下這個問題 你現在開始混 你一定進得去祖宗 祖宗我們才會低 你從現在開始認真 你實驗你也進不去 那我現在到底 這是很多強又不夠強者的提問 或許你們當中有幾個人是真的強者 大部分的應該都是所謂的強又不夠強者 你們在認真裡面也沒實驗 你們現在開始混 你又有祖宗可以念 那我到底在認真幹嘛 好這是我在你們這個時候的一個困惑 那我們現在看進實驗到底有多難 所以這裡有三種途徑 分別是奧林皮爾科學班 你會考 那奧林皮爾我會把它叫做不可能的任務 我問一下有人去年12月考過奧林皮爾的嗎 沒有嗎 那我們去年蠻多人去考的喔 好不重要 好那算了 那時候有跳過 好我有做影片講解 反正就是 他全台灣只選20個人 然後最後只選6個人 這6個人可以任選學校 那反正是不可能的任務 然後如果你是97年生的話 你今年還可以再考一次 這裡有97年生的嗎 應該有一半都是吧 那你們今年可以再考一次奧林皮爾 可是考試時間是你們上高中後 那你也不能轉學嘛 所以等於你已經進高中了 你再考這個也沒有意義了 你就單純為東新國東爭光而已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二個方法 也就是所謂的不太可能的任務 他叫做科學班復進 那有在場有人對科學班是有興趣嗎 幫我舉手一下 喔 那麼少 就是你到了應該是會去考的 就幫我舉個什麼 會考 然後你應該都會考 那他是 他是今年3月 他是全新竹苗藝地區 先選75個人過出世 最後再選25個人 然後他的門檻 首先國文英文要過這個提分數大於四十 提分數你們可能不理解 反正這個意思就是你一定過 國文英文提分數大於四十 這個不用看 反正就是你一定過 那數目的話 你的提分數平均要高過55才保險 那我們兩個都沒有上 所以這裡我也不能講太多 那有關於附試的部分 因為我考不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這一屆也只有一個人 他最終加入了科學班 那他還沒有回來分享 希望學校可以邀請他 那關於科學班 我有做四部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好那接下來第三個就是 比較有可能的任務 還是會考 那時間你們應該都比我還清楚 因為每年好像都有點不同 全新竹苗藝地區選大概200個人左右 最後可以進入實驗高中 那他的會考生的門檻 也就是單純的也是入學 你基本上需要5A10加做5級分或6級分 有些年是要到榜首你才進得去的 那像5A10加5做5或6 是會考生的門檻 那對於園區生的門檻 也就是說你爸媽如果任何一個人在出科工作 在場有這種符合園區生的門檻 幫我舉個手好嗎 1 2 我一個 只有兩個 好那園區生的門檻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中 105年 107年 109年 111年 門檻是5A9加做6級分 106年 108年 110年做5A10 門檻是5A10加做4級分 那這叫什麼定律呢 這叫異台王基隆交眾定律 希望大家可以把直接記起來 那對於你們這群112年的人來說呢 相信寫意見了吧 我猜啦 你們都在5A10加做4級分 那你們才有可能符合園區生的得慨 那關於會討我也一樣 我做一系列的影片 希望你可以去看 好那你們得知自己很衰之後 也就是你們到5A10加之後 我們來5科分別探討 如何在會討取得A++ B點造成一輩子的遺憾 所以現在請系一下安全帶 因為我要準備帶你前往實驗高中的旅途了 Let's go 那遇到幾個題 我覺得你們就多去想就好了 你們也不用刷題 刷太多 只要把經典題 每一種題心都練一練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練一個立即 不用想要來這一條寫題目吧 就接受吧 接受他 這不管也沒關係 這時間爛不爛 這玄學半開轉轉彎 不停